水是生命的存源 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點之餘 我們每一天都會經常用水 水的用量非常多 無論是農業觀開、工業用途 和在日常生活中 水和人類都息息相關 因此大家要養成糧口的用水習慣 例如洗手時開水要適量 擦肩時關閉水爐頭 同樣洗碗時用適量的洗碟精 必要時才打開水爐頭 珍惜水之餘 你我都有份 讓我們從日常生活開始